本视频介绍USB SV-4使用方法 连接编程键缆,连接TRC,给TRC接上工作电源,打开编程软件 这里有一个通信连接,如果没有,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添加,这里的端口号码必须和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号码保持一致 这里可以默认的未知 开协议 连接名称随便输一个 这时可以看到已经连接上TRC了 程序已经读上来了 目前TRC在停止的状态 我们可以通过软件在线修改 让TRC运行 TRC已经运行了 这里可以看到 在空讯指示灯闪烁的时候 不要插拔电来,否则容易损坏端口 出现了 散布 出现了 适合